反击式破碎机和锤式破碎机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反击式破碎机是在锤式破碎机的结构特性和工作原理基础上 研发生产的反击破 因此二者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都是利用高速冲击作用破碎物料 都是由机架、电机、衬板、转子、锤头组成 不同的是锤破碎机的锤头呈旋锤状态 反击式破碎机是固定的板锤刚性连接 反击式破碎机下部出料口 没有一条筛 锤破碎机下部有B条 或B孔筛用来控制出料理镜大响 反击式破碎机 没有B条控制出料理镜 就需要调整反击板和转子之间的距离 或者改变转子转速 从投资预期上来看 反击破生产线前期投资比锤破高 但后期运营成本会低一些 因为反击式破碎机维修率低 且反击破板锤 作为日常损耗件利用率高达47% 远高于锤破 最后从成品例行上讲 反击破石子例行较好 多成立方体状无隐性裂痕 骨料抗压能力强 可供高等级混凝土使用 而锤破产出石子例行相对差了点 有隐性裂痕 骨料抗压能力弱 一般用于低等级混凝土中 除此还有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也各有优势 各有千秋 存在集合里没有最好的设备 只有更加稳妥科学的应用 我是郑千里 一个矿山机械领域的小学生 感谢您的关注期望 与您一起成长 感谢您的关注期望